没事 你师姐这身子骨 大冬天照样穿短裙 没事 我们去楼下的那个花园 那儿的空气比这儿好多了 不准去 刚刚不是你赶我们走吗 你们要是走了 谁给我倒水喂药呀 你这时候倒水应该没事吧 医生说了 要避免二次伤害 你忘了 那你小心点不行啊 我看你失望 我是因为谁才受的伤 好灯 顾先生 有什么事儿随时吩咐 你看最后这两张 我们这张要怎么样 他正不转这电影有点 我觉得就是 我困了 要睡了 我觉得这儿还不是他 我得再想想 你说呢 你看看 你看这还好看 你这还好看 你这还好看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这一根 是不是把它放在这儿好点 是不是 对吧 这还可以 能够写得挺好的 我联系上那个编剧了 不过他不愿意出来作证 帮我把他约出来 我饿了 去帮我买点吃的 你怎么这么麻烦 好的 顾先生 您稍等 走吧 你约我出来到底想谈什么 我是小水琴的朋友 我希望你能说出真相 绝证少女的三百六十五天的台本 是你提供的 抄袭了黑猫小姐的加油把黑猫 可现在抄袭者 却被打成了我的朋友 您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抄的 就算没有正式合同 但你和曼星的经理有资金往来 曼星的人 也都可以证实你参与过台本编剧工作的 那又怎样 谁知道这不是你们的串词 我可以联合受害者家属起诉你 就算法庭上证据不足 但你也一定会进入公众事宜 我那位朋友的遭遇你也看见了吗 网友们可没有法官那么理智 为什么要这么逼我 我给曼星写稿子的时候 曼星合同都不给我 稿费也要全稿过才给 我连房租和医药费都交不起 还要被他们催稿 我没有办法才去抄的 我能理解你的难处 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境 但我觉得你一个人不应该 也不能 因为自己遭遇不公就让其他人受牵了 勇于承担错误 才能走好后面的路 顾南中 顾南中 饭给你买来了 人呢 顾南中 怎么好好地一个大婚人突然不见了 喂 喂 你去哪儿了 我马上就回来 医生不是说了吗 叫你在家里好好休息 别到处来跑 你等着我 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好消息 还剩多少 发给我吧 不用 你赶紧回去吧 你今天能过来 就已经帮了我大忙了 你最近是不是总熬夜啊 没有过你能搞得定吗 搞得定 当然搞得定了 你不知道吗 熬夜是作为漫画家的基本修养 要不然 我还是留下来帮你 打住 你赶紧给我好好回去比赛 该干嘛干嘛去 您要是敢尿链子的话 我就替您老师揍你 对了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拿去参加比赛的作品 入围了 真的 你太跟你世界长脸了 那你将来成名以后 我是不是可以跟别人说 这小子给我当个助理 说不定 以后你比我出名多了呢 你说得好像也有道理 清清 遇见你之后 我的人生仿佛都变得不一样了 我经济历了很多 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 清清 我真的很谢谢你 获奖感言就留到台上说 你在这儿就别跟我说这些客套话了吧 你要是想感谢我的话 就请我去吃海鲜大餐 没问题 别说请客了 以身相许 都没有问题 你 你跟谁学得这么油腔滑调的 总之 清清 你对我来说 真的很重要 清清 有些话 一直想对你说 其实我 住手 顾南中 谁允许你对我的未婚妻动手动手 未婚妻 你们现在之间除了一份协议还有什么 我其实 清清需要的是关怀和爱 不是冷冰冰的使唤 更不是被你当成私有无品 我和他之间的事 用不着你一个外人来评价我 外人 起码我这个外人知道清清想要的是什么 你们之间什么关系我都知道 除了假装订过婚 你还是他的房东 债主 所以你觉得他什么事情都要听你的 你更是把他当成是你的副书品 我告诉你郭南中 从头到尾你都是清清最讨厌的那种人 张一你别说了 我拜托你赶紧走吧 别再给我添浪了 再说下去你世界没法收场了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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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她 她青春期还有点叛逆 你别放在心上 她刚才说的 对不起 是我不小心让他听见的 不过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他说出去 你提什么要求都行 我都答应你 成吗 你真的那么讨厌我吗 不是的 不是的 你帮了我这么多 我怎么可能会讨厌你呢 我感激都感激不过来呢 真的 真的 我发誓绝对是真的 这我就放心了 那我今天就暂且饶过你 不过 从今天起 我要在侯月里加下新的规定 什么规定 不许和异性单独相处 这也太苛刻了吧 刚才不是还说 做什么都行 那我问你 怎么样才算跟异性单独相处 我哥算吗 还有 我要是签了这个协议 我有很多工作都做不了 我不工作 怎么赚钱换你钱啊 最重要的是 你算异性吗 我能跟你单独相处吗 我就是不想你和张蕴 单独在一起 为什么 就是不行 我困了 我帅了 喂 这也太霸道了吧 你